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集的讀末推薦書 我是沃甫 想像起來在出版業待了比較久的人 應該都有愛看書這個特質 但是就連愛看書這個特質的狀況 也都不見相同 例如說今天的來賓 大快第一編輯師的總編輯林寅志 寅志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提到說 大家入行跟讀書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那影響營志最大的作家或者作品是什麼 我覺得影響一個人的作者或作品 可能是在以年紀很小的時候讀的東西 那我自己回想可以幫助我建立那種文章結構 以及閱讀的那種世界觀的可能 就是我中學的時候讀的金庸跟泥寬 特別要講是因為看了他們作品之後 我自己就覺得說是不是自己可以寫點東西 後來就投稿到學校校內的文學獎 然後就僥倖得獎了 那那個時候呢 那個文學獎的主審的老師就很特別把我找去 就很關心的說你平常都讀什麼東西啊 然後他大概心裡面期待我會提一些什麼經典的文學作品之類 但我跟他說我看泥寬跟金庸 然後他就非常沒有興趣沒有興致的 然後就敷衍了兩句然後就走了 那我現在也是會重新再去回看泥寬跟金庸 那特別是但是看的態度角度就不一樣 就會去用一個比較厚色的角度去看說當年自己是怎麼讀他的 或者是去設想這些作品當年是怎麼被寫出來的 那你自己編過的書裡面你最喜歡的是哪一本 好我自己把它縮小範圍在過去半年裡面編的書 那我應該會選朱又勳的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 那這一本書呢是描寫台灣九個戒嚴時期的小說家的故事 那某種方面來講他算是一個文學史 但是朱又勳用了不同於文學史在談作品 描述作品分析作品的寫法 他去談這些小說家在沒有寫小說的時候 他們怎麼樣去面對自己的生活發表的原理 用他們的故事其實就串聯起了台灣戒嚴時期的 我們的生活的樣貌 然後我覺得他是一個具體而為 用文學來看台灣戒嚴時期的一個故事 所有稿件交稿之後就在設想 怎麼讓這些可能讀者比較不熟悉的作家的故事 更貼近讀者一點 那就開始跟作者討論 是不是在裡面傳插一些照片讓印象更深刻 那以及像最後面做一些年表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才第一次接觸到一些文獻資料庫的使用 那現在一些公司裡的一些媒體 然後他們都有自己的數位的資料庫 那特別像文化部他建置了一個搜尋的系統 那當然搜尋很方便 但是後續一定要授權的過程 那就非常非常的繁雜 那往來這整個就是 編輯工作辛苦的地方 但是可以讓作品變得比較貼近讀者 這本書我也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從選題開始就非常的有意思 那營致最近在編的書是什麼 我最近剛編完 而且出版的是卡蜜爾兩部劇作 卡里古拉跟誤會 我要完成卡蜜爾在他自己的規劃裡面的 反抗跟荒謬兩個系列全部作品的出版 卡蜜爾他是一個從劇場出來的作家 戲劇對他非常的重要 要完整的呈現他的作品 那戲劇必然不可少 最近在台灣很受討論的 也剛得了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的日本電影 在車上 在裡面就用了非常多的 切科夫的 凡尼亞舅舅的劇作 那不斷的排列 然後用裡面的台詞呼應 電影裡面的角色的人生 那其實讀劇本 其實是讓大家更好抓住這種戲劇張力 跟對話張力最好的方式 那大家對卡蜜爾印象 可能一開始都是從異鄉人 然後或是這兩年 因為疫情又代表要討論的瘟疫 大家都會覺得說他是一個小說家 但其實他在他自己的創作規劃 在卡蜜爾雜記裡面他就寫了 他其實每個階段的創作都會從 從戲劇小說 然後再從論述三管齊下 去談論某一個概念 某一個階段的概念 第一個階段或成為第一個系列裡面 就是整個是關注在荒謬這個概念 那荒謬完了之後 第二個階段就做反抗 那他雜記裡面第三個概念 是講的是叫做審判 但是第三個階段 他在小說第一人都還沒有完稿的時候就過世了 所以完整完成了就只有前兩個階段 我相信喜歡卡蜜爾的作者 不見得會知道他的這個劇本作品 那可能也不是很明白 他這個創作階段的概念 銀智是不是舉幾個比較具體的例子 像這次卡里古拉跟誤會 就是他的第一個階段荒謬裡面的作品 那第一階段或是第一個系列 荒謬系列裡面 他的作品有小說《一廂人》 然後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跟兩部劇作 像卡里古拉 他是用羅馬時期的暴君的故事 然後來彰顯人跟這個世界 理想世界的一些落差 他稱之為荒謬這個哲學 一開始是一個年輕有為的皇帝 但是在他的情人過世之後 他突然就性情大變 他覺得世界不會讓你如願的 所以他想要取代神 或是用他自己身為帝王的極大的權力 去做一些變革 然後導致他被推翻殺死 那卡妙在他幫英文版的劇作集的序言裡面就提到說 卡里古拉是一個高級自殺的故事 那卡妙在他的這個階段的論文 就是薛西弗斯的神話就提到說 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 第一個要思考的哲學概念是自殺 因為去思考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不是有意義 是最重要的 他的作品之間其實是相互有關聯的 你可以用他論述裡面的案例去看他的戲劇的作品 特別是像卡里古拉是在二戰之後出版 然後搬上舞台 當時候在法國非常受歡迎 我覺得就是一方面就是法國人覺得 卡里古拉他們想到他們二戰時期 受到納粹極權統治 同時也去思考說這種極權的專政 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我們 一直到現在 我們看到現在的無二戰爭 同時也是在這幾年 世界各國都紛紛出現各種強忍的領袖 銀智剛提到另外一個劇本叫《誤會》 那卡尿怎麼用誤會去解釋荒謬這個事情 其實如果讀過卡尿的異鄉人會發現 在他第二部後半 做主角莫說在監獄的那個床板上 就讀了一個新聞的故事 有一個男人他從青少年的時候就離家 過了十幾二十年賺了大錢回家之後 他投訴到媽媽跟妹妹經營的旅館 發現媽媽跟妹妹沒有認出他來 他就決定說他化名 然後隔天再真相大白給他們警禮說 他已經成功回來了這個樣子 但殊不知就在當天晚上 他就被媽媽跟妹妹給謀害了 要磨奪他的錢財 等到第二天他太太來找他的時候 一切真相大白 媽媽跟妹妹就自殺 這產生一個非常可怕的人倫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卡尿在阿爾及利亞的時候 在報紙上看到的 他把它放到小說裡面 他可能覺得讀者會輕忽這個故事 所以他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這樣 他又把它重新拿 變成一個完整的三幕具 那像小說《異鄉人》裡面主角莫說 一直被認為說他親忽了他的母親 然後其他母親於不顧 所以法官 檢察官就說他是在精神上謀殺了他的母親 但是他卻在第二部裡面放了一個故事 是母親磨害了兒子 所以他變成一個鏡面的對照 第一部跟第二部兩個鏡面的對照 那呈現出卡尿想要呈現這個故事 那個衝突性跟世界的荒謬性 變成了一個完整的劇本的時候 我們更加知道這個故事對於卡尿的意義 他自己也說過 他自己跟母親的關係 就影響了他的人生跟創作 所以這部作品我反而覺得是 可以來看到卡尿這個人 他去思索人際關係家庭關係 跟人類透過語言來溝通 跟情感之間的一些重要的一個切入點 對 營治當中為什麼會發下宏願 要把卡尿的初期 一開始大概十年前 那時候我知道卡尿一本作品叫反抗者 那時候就很想要讀這本書 但後來發現台灣沒有 那做出版的好處就是你沒有 就可以找人來翻譯來出版它 然後那時候很幸運 就聯絡上了優秀的譯者 顏慧瑩小姐 她對卡尿情有獨鍾也很有研究 那時候就跟她合作了 反抗者這本書 那後來因為出了反抗者之後 就發現她的概念必須是 有發展性的 必須先了解她的前一階段的概念是 荒謬 所以就著手也把 《學歇佛士的神話》給翻譯出來 那後來因為意外的 接觸到另外一本書叫做 《尋找異鄉人》 那是美國一個學者在研究 他把研究寫了一個非常好的故事 在探討 卡尿怎麼會寫出 《異鄉人》這本小說的故事 那那時候出版了這本書就想說 那應該有一個新版的異鄉人 就這樣聊下去 就開始進入卡尿的宇宙裡面 所以才分階段把她作品這樣一一補齊完成 那我覺得 可以讓台灣的讀者按照創作者原來的規劃 那不管是在同一個系列裡面 你可以相對應翻看 或是前後的系列裡面 可以了解她的思考的演變 是非常難得可貴的機會 如果大家覺得書很重 在《倫目》上面 地址書一次構齊 我覺得也是非常方便的 能補齊卡尿作品 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為一個作家除了大家的刻板像之外 他其實還有很多其他不同面向的作品 那《銀志》接下來的計畫是什麼 接下來的計畫大家可能會覺得挑通 因為剛剛在講文學性的作品 但我接下來在準備 夏天會出一本《健身書》 那這個《健身書》的作者 是一個韓國的教練叫楊智勝 他是韓國演藝圈知名的教練 也上過一些韓國的節目 會做《健身書》 其實來源大概兩年前我出版一本 叫做《打造彈性靈活的身體》 算某種類健身書 因為他談的是你怎麼用不同的姿勢 拉伸深蹲來調整你的身體的肌肉骨骼的位置 讓你不容易痠痛 痠痛是我們這種做編輯的長年久做都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會接觸到的姿勢面向 可能某一方面就是要解決我們生活上遇到的狀況 那之後就會發現說 你會痠痛一方面是姿勢造成 你要調整姿勢 但同時另外有一大部分是缺乏肌力 所以鍛鍊肌肉 然後保持肌力是一個重要的 那在看到這本書的書稿的時候 覺得他把身體的各個部位 分成六大部位去談肌肉生長的原理 那怎麼去運動它 然後刺激肌肉生長 我覺得還蠻有道理的 然後也非常詳盡簡單易懂 做完卡沒有之後去做健身書 這個內容讓我相當的好奇 不過音質有沒有什麼那種想要做 但是還沒有辦法做的類型 有 這特別是我想要做一些台灣本地的知識類 或是把高盛的知識普及化這一類的書籍 那這一類的書籍在台灣長久以來都依靠翻譯書 像去年因為Facebook把他們公司名稱改成Meta Meta之後很多人就開始在談元宇宙了 但要去出版相關的書籍 過去這短短的半年間其實出版了蠻多的 那但全部都是韓國的書 那全世界好像就是韓國最新生在談論這些 那台灣以台灣在科技供應鏈這麼重要的地位 其實反而沒有在談這些 我覺得非常可惜 那由我們自己的立場跟觀點是相當重要的事情 對 不過要是有一天銀智不當編輯 你打算要幹嘛 這真是一個好問題 就常常比如說工作到很煩躁或累的時候 就想說大家都會有這種狀況 就想說要轉行要做什麼 但我始終還沒有想出來這個解方到底是什麼 不過反正這總是個麻煩事情 不過等再讓銀智回去思考這個麻煩的事情之前 我要先麻煩銀智做一件事 好 請大家持續關注大跨文化 一有新書馬上就會收到通知 大家除了買書看書之外 也別忘了按讚 分享 訂閱 讀莫的頻道 好 收工了 收工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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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感谢观看